大豆豆 夫君 大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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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你突然晕倒 到底患了何病啊 人算不如天算哪 先生 周郎此理 大夫竟查不出是何原因 只怕是周郎心有快乐 虽然难道 我想有一个 他最知道公子的心思 将风骤起 都督大叫跌倒于地 子敬 当时是什么风向 当然是西北风了 西北 欲破曹公 虚任火攻 万事皆备 只欠东风 孔明 你真是神人哪 他 先生既然知我病症 可有办法知他吗 在下虽然财博 却有幸识得一位义务 成他恩典 受我奇门遁甲之术 一旦施习法来 便可呼风唤雨 子敬啊 你立刻着人 在南平山上修建一座七星坛 坛高九尺 方圆三丈 我在坛上做法 为公警 借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 可有三天三夜 只要能给我借了一夜东风 我就能灭草 你听着 如果甲子时辰到来 仍然不见东南风起 帅兵赶往七星坛 斩杀孔明一阵军风 若末将赶往七星坛 见东南风一起 又没了 那更有诈他 当场斩杀 此人有鬼神不测之术 留他 日后避城我江东大海 先生 尽快上车里 若末此ails 赤中何人 拜登 我 敬上夫人 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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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人 赵中 trois 是你放走了楚歌凌吧 是 为何那么错 为何 楚歌凌与吕相助于你 他不该死 立刻就走 从今往后 别再回来见我 副居